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报告的主题是 近年海上事故发展趋势研究 我们的主员有林伯宏 吴迪 吴兹化 陈沛远 我们的指导老师是黄正邦老师 近年来海运蓬勃发展 为各国带来许多经济效益 大家也越来越重视海上贸易 航海仪器也有别于传统 逐渐以电子产品的方式呈现 虽然如此 偶尔还是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海南事故 这些事故造成的后果不容小区 轻微一点的造成货物损失 严重一点的会影响海洋生态或人民安全 我们的地球没有第二个 所以一个海南事故 也有可能使人类走向灭亡也说不定 一一序论 海洋运输是全世界最仰爱的运输方式 占了全世界贸易总和的80% 而在台湾运输占了95% 台湾四面环海 航运业也蓬勃发展 在全球前十大航舱中 台湾就占了两个 甚至其他公司也紧追在后 这些公司都有良好的船员训练 真熟的港区以及完善的技术 台湾应优越的地理位置 每年进出港的船舶也不深枚举 根据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统计 民国101年至110年 平均每年约有75717艘船舶舶进出港 货物村土量都在平均每年2亿3千万公顿 且有上升的趋势 可见航运对台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任何有关港口船舶的问题 可说是潜意法动全身 海难事故也是不能忽略的问题 第二章文献探讨 交通部门的海事案例 主要是来自依据海商法及海事报告规则之规定 船长欲船舶沉默搁浅碰撞 强迫停泊或其他意外事故 及有关于船舶过载船员或旅客之非常事辨事 于海事发生之后或该船舶或船长到达港口后 做成海事报告并送请签证的资料统计 第一项失火 埃及赛德港Costco后轮撞案掉 事件经过 在2016年5月3号凌晨 远海中相船Costco后 在离开埃及赛德港的苏伊士河货柜码头时 与码头桥掉币架发生风中 坠落的掉币架砸到码头上的货柜 导致超过20个货柜着火 树台起送机 受损 原因 起火的原因还不明 但是有消息显示 事发当时是因为被撞倒的货柜中 其中有一个货柜中载了危险化学品 所以引发了大火 第二项沉船 货轮三宝二号 事件经过 在2021年8月5号 如臂台风外围 环流不但带来强阵雨 还掀起大风浪 航行于布袋上港与澎湖之间的货轮三宝二号 因此搁浅在布袋上港 左姓9名船员都安全救出 先布设燃油锁 避免漏油造成污染 带海象好转马上展开货轮救援 原因台风带来强阵雨 海象石棍恶劣 船身几乎已被海水吞没 第三项死亡 Long Viewport染神回弹事件 事件经过 在2018年6月28日 一艘名为N6 Splendor的干散或船舶 在该船移驳时 来曾发生回弹 导致一名带染工人当场使用 另外三名人员受伤 其中一名为该轮大部 伤势较重 另两名为带染工人 另一名为港口保安 原因 这艘干散或船舶 正在准备移驳 以便于另一个船舱能够装获使 在这期间 该轮一条染绳突然断裂并回弹 造成人员伤亡 第一项 搁浅 常识轮 Evergiven 事件经过 舱4号 货轮注册于巴拿马基 其船舱400米 宽59米 载重 20214 计划从中国驶往 荷兰港口 城市路特丹 但在向北航行 前往地中海途中 搁浅在苏伊士运河 在当地3月23日 船头插入东岸搁浅 且船身打航插在水道上 挡住其他船只的航路 造成双向航道 数日严重堵塞 冲击全球经济与供应链 有史以来 在苏伊士运河搁浅的最大场子 类似的事件很罕见 埃及政府也立即宣布紧急中共 出动发烧脱船时 船重新补向水面 地面上的挖掘机已开始 紧罗密鼓地从搁浅处提案挖走沙子 原因疑似沙尘暴 强风或人为因素等影响造成 第五项翻覆 4月号沉没事件 事件经过 2014年4月16日 该船在高速直线航行中突然失去控制 发出一声巨响后 以不符合工程力学的方式 的瞬间向右击转弯 随后产生剧烈清洁并急停船上的监视器系统 和自动试别系统 也在同一时间突然故障 也因为没有安装船载航程资料记录仪 缺乏关键的航行数据 导致事故起因难以查明 8点50分时 船只打横飘移 两分钟后 船员透过广播命令全船 乘客原地待命 稍后该船在距离屏丰岛以北 2.7公里处发出遇难求助讯号 9点46分时 船长和部分高级船员率先弃船导致 在10点21分时 该船寝附下沉 第172名生还者中 大约超过一半被最早赶到的民间 渔船和商船救起 在事故第三天 即4月18日中 目前完全沉没海底 总计304名乘客及船员 在这场事故中离难 原因 为了能装载更多货物 将原本底部的客舱改为货舱 又在上部加装四层货舱 但其未一规定做枪必夹枪 其改装需要相关单位验收通过 但专业人士指出 其改装是不可能通过检验 优质可见其中的大量利益勾结 事发当天 该船舶超载了1155吨之货物 为了能装载这些货物 将压舱水排掉了1000多吨 压舱水是为了保持船舶平衡 但如果压舱水换成货物 货物无法向压舱水 一样平分分配在整个船体 这势必会影响航行安全 所以在事故发生时 船长借由排放压舱水平衡船只 却发现无忌可食 此行为就是因为急功近利 追求短期效益导致 第六项碰重 基隆港德籍梅尔斯货柜船 东十一码头 事件结果 德国籍货柜船 梅尔斯轮 盾位18300吨 于2018年1月8号 靠泊基隆港东十一码头 时碰重该码头 还重垮联新公司所属之 造价两亿的乔氏习总机 当时现场人员近200人在等 梅尔斯号货柜轮进来要作业 船直接将乔氏机撞翻 幸存一名李货源受到新商 货柜轮梅尔斯号不断重垮乔氏习总机 也把马头撞出大洞 造成114个大小货柜压回 谷主联新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要求船东拿出13亿单保函 联新公司一道贴10亿 份额向基隆地方法院提出民事求厂 是基隆港建港132年来首次发生 梅尔斯号船首外旋右侧及船新手受损 在台船基隆厂修库中 原因 船长未以安全速度行行 以致未能于当时环境与情况下停船 船长及银水人情况意识不足 未能尽早充分掌握主机运转情形 处置未果 银水人避免梅尔斯轮碰撞码头之措施 非最适当之做法 第七项 机器故障 蒙古籍货轮 事件经过 2022年3月22号 蒙古籍货轮 依主机故障 船身请携 汽船求助 海市中心于下午14点32分 接获基隆海岸台电话通知 该台接获批轮无线电求助 船位于台中港方位290 距离48.4海里 主机故障情况危机 基隆海岸电台 仍持续呼叫该船位或回应 一起附近日本急货轮 协助前往查证 下午15点30时 去基隆海岸电台询问批轮情况 该称船员正在弃船 以请基隆海岸电台询问 该游轮量 并转之 弃船前物必关闭油罚 携带船体结构及油柜图 批轮目前严重右倾 日及欧轮在旁救援 后来先后救回5人 目前该船已沉没 船上船员落海抢救中 以上述这几点案例来讲 三种最常见的海岸事故原因 第一项碰撞 碰撞发生原因有意外 原因 单方过失引起的碰撞 及共有过失引起的碰撞 第二项机器故障 传播上各种及其设备 都有可能发生故障 像是AIS系统 ADA 电子台图 操作装置 等等 一旦设备发生故障 就有可能造成传播操作失礼 失去动力或无法判断方向 以至于事故的发生 第三项 触礁或隔浅 传播在航情中 四行环境不满足最低吃水要求 便会造成隔浅 但造成隔浅的原因较复杂 通常情况下 会是多种原因相互作用 叠加造成 其分类主要包括 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第三点研究设计 我们第一步是先搜寻一些新闻 然后探讨当时的背景 及事故发生原因 然后第二点是数据收集 我们找了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的博文海事案件 然后以那些概况资料为基础 然后可以找出意外发生的原因 有失火、沉船、死亡失踪、搁浅、翻覆、碰撞、请测、进水、机器故障及船体碰损等 然后第三步我们会诊收集来的资料数据 然后加以探讨 第四点 结果分析与讨论 我们先就是 找到那个扩船、渔船及工作船的事故发生比例 然后我们从108年开始 108年意外事故总共39件 其中渔船占82% 然后109年总共发生67件的水路意外 然后渔船占了76% 是最多的 然后110年发生65件 其中渔船占75% 然后1111年意外事故总共有11件 因为当时只有几乎到4月13号 所以没有记录到下半年 然后渔船约占99% 然后就是以刚刚那四个年份的资料 我们可以看出渔船的事故比例是最高的 然后我们讨论出发生的原因 然后第一点是渔船相比渔货船 机器设备老旧许多 一些雷达电子行李甚至主机都年久失修用 造成意外风险 然后第二点是若海向天气状况不佳 因为渔船的大小是比较小跟货船比起来 所以很容易因为一些海上的气象原因 然后造成翻覆之类的 然后严重就可能造成人身安全的意外 然后第三点是渔船的员工作为外籍渔工 可能会因为没有接受完整的训练 然后造成缺乏机器良好的航海知识 然后至于意外发生 然后这个是就是只有探讨 比我们最相关的商船 然后我们抓了以下这几年的 就是各个意外事故的比例 然后其中这三例我们可以看出 就是碰撞的比例 前两年碰撞的比例最高的 然后101年 这特别是其他类的最多 然后这些依旧都是粉红色 就是这些碰撞原因最高 然后其中那个机器故障 跟这个触胶搁浅的比例又逐渐上升 然后这依旧是碰撞最大 甚至于大过50% 就是大过起事故意外的一半 然后这三年依旧是碰撞最多 然后我们可以看出 就是这12年其中就是碰撞原因最多 然后才是机器鼓掌 然后第三名是触胶及搁浅 然后我们以刚刚那些事件 归列出这张曲线图 然后我们以X轴为年份 Y轴为事故发生次数 然后可以发现碰撞是最多的 5.结论与建议 基于研究的结果 渔船已发生死亡失踪案例最多 持有赖加强渔政单位 对渔船宣导 渔业教育培训单位 渔政机构 执法单位对渔船的重视 和强化预防事故发生 基于研究的结果发现 商船发生事故 占比最高的原因就是碰撞 再来就是机器故障 而排在第三的就是触胶或搁浅 所以不论是航船单位 教育培训单位 航政机构 执法单位 都应重视船员训练 及船部日常维护 并强化预防事故的发生 然后统整结果发现 不管是任何船部种类 每年的事故次数 呈现不规整的状态 并不会因为年复一年 科技越来越发达 相信研究单位 能救技术方面 科技仪器和设备发展 政策方面及船员训练上努力 以减少海岸事故发生的次数 维护大家的安全 六是我们参考文献 我们报告到这边 谢谢大家